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染豪书房书法》系列讲座 今天呢是讲座的第五期 看过前四期的朋友们不知道心里有没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疑问 说这个书法讲座为什么没有讲到王羲之 其实呢这个问题我也是犹豫了很久 到底要不要讲王羲之呢 今天我就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屋子里的大象 为什么不讲王羲之呢 我觉得有大概两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他实在是太出名了 以至于呢不管大家是不是学过书法 是不是对书法有一些了解 多多少少呢都听说过王羲之 也知道他的一些人物的意识经历等等 像比如说他喜欢鹅呀 他这个东床快序的典故啊 以及他教王羲之学书的一些一些小故事等等 大家很多都已经听过了 所以呢我觉得也就没有必要再赘述了 另一个角度讲呢 我觉得这个就跟王羲之他对于书法的贡献 或者他的关系就关简言之呢 就是我觉得王羲之对于书法影响太大了 即使是到现在一千多年以来 但凡和书法有接触 从王羲之王羲之二王以来 到唐宋 原明清再到现在 但凡是学书法 几乎就不可能能绕过 王羲之王羲之二王的这条路 所以呢 他们两个人形成的这种书封 也是潜移默化的 渗透了我们这一千多年的书法的历史 有可能你觉得这个人本身 他并不是学二王的 但是呢 他的东西里多多少少直接或间接的 也都涉及了二王的东西 从根源上说呢 二王他给中国的书法文字的书写 建立了一个非常根本的审美的基调和基石 所以以后人呢 更多的是在这种审美的基础之上去进行拓展 并且呢 书法这种艺术呢 他的门槛比较低 所谓门槛比较低呢 意思是说啊 基本上是个人 你拿起毛笔来就可以写 所以呢 书法这个东西 他的技术相对于一个书法家 能够取得多大成就来讲 技术并不是一个最至关重要的因素 有的时候我们谈书法 说这个人写的好写的好 有可能是在指这个人 写字的用笔的技术非常高超 但是呢 有很多人他的技术非常好 但还是没有成为史上留名的书法家 比如说唐代很多写经的经生 包括我们今天看到很有名的林飞经 也都是吴明氏所写 他们只是连知识可能都未必充分 只是纯粹会写字的写字匠 但是呢 他们用笔的技术可以说 那绝对是一流的 王羲之在他那个年代 基本上就已经把书法用笔的这个技术 发掘到非常高的高度 而且发挥的也可以说是淋漓尽致的 而之后 唐宋 乃至袁明清以后 书法的这个发展和进步 当然也是有的 但是呢 他并不是说 从纯粹的高度 给他拔高 而是在进行一个维度上的拓展 比如说 唐代把这个法度 发挥到极致 宋代呢 去书写自己的义气 到了明代 比如说 有更多这个长条符 他从形式上 从工具上 用笔上 有不同 而到清代呢 就出现了悲帖等等 这种不同的审美 但是呢 他们很多人 虽然说 嘴上说着不写王羲之 不写王羲之 但他们这个 从一辈一辈 祖辈上传 上 遗传下来的这个审美 骨子里 都是有二王的影响 因此呢 二王的这个高度 后人 虽然有人 从某种程度上 一面可以匹敌 但想全方位的 达到二王的技术 达到二王 在那个年代 展现出来的那种 时代的超然意气 后人是很难去效仿的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 我们数学里 这个公理和定理的区别 就是二王呢 他的这个书封 他的这个审美 就好比是 你要建立数学体系 你先要定下来的公理 而公理 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无法评价的 你只能去 去认知说 这个公理 它的合理性 与不合理性 但即使它不合理呢 可能在某种地方 它又是适用的 所以公理就是基石 二王就是 输法世界里的这个公理 那后来 再发展出来的 各种定理 你可以去评论 它的适用范围也好 你可以去评论 它的强有力与否 但是公理 就是像一个常量一样 就是在哪不变 所以输法呢 在这一点上 它是有一个特殊性的 它不像 比如说西方的画 它从这个文艺复兴 到后来 比如说 伦伯朗 卢本斯 再到后来 这个印象派 毕加索 他们每一个 每一个画风的进展 都是有非常具体的 技术上的进步的 从结构造型 再到这个光影 再到这个颜色 再到把这个 二维三维的 这个空间 平面变空间 空间再展开 等等 它都是有技术上的 进步的 所以呢 你可以说 后人都是对前人 更高一层次的发展 但书法这个形式 就不太一样 它的发展呢 更多的是一种 多元的审美拓展 因此呢 我觉得王羲之 作为这个书法来讲 它是一个不太好 不太好评价 或者说 甚至都不太应该去评价 它就是一个发展的基石 但是呢 既然它是基石 我们又不能不提它 所以今天呢 我挑了一个 比较特别的角度 比较特别的一个帖 就是这个 万岁通天帖 万岁通天帖呢 它里边不仅包含了 王羲之 王羡之的末迹 当然是末本 还包含了 王氏家族 其他书法家的笔迹 这样呢 我们能通过这本帖 来看一看 从王羲之 王羡之以下 一直到六朝 整体 那个时代的书写的精神风貌 首先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名字 万岁通天帖 这个名字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很多朋友 第一眼看到这个帖 可能是觉得 好 它可能是 进献给一个万岁 然后呢 因为这个帖水平非常高 它都通了帖了 都通了这个 这个书法的 通到了书法的天梯 所以叫万岁通天 这么说呢 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也可以说 是挺有道理 其实呢 简单说 万岁通天呢 就是个年号 它就像真冠一样 如果这个帖呢 是真冠年间的 那可能就叫真冠帖了 当时呢 是王方庆 进献给武则天 他涵盖了王家一门 二十八人 一共十卷的墨迹真本 不过呢 后来由于 各种战乱等等因素呢 现在就只剩下了 七人十帖 万岁通天呢 刚才讲到了 是武周的一个年号 也是当时 王方庆 进献这个帖 当年的这个年号 关于武则天的年号 待会儿我们也还要详细说 确实这里边 因为他是进献给武则天嘛 所以他记万岁 而且呢 这个书法水平也是通天 所以呢 这个名字起的 也还是挺有意思的 下面呢 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 武则天的这个生平 他是如何当上女皇的 首先呢 就是在唐太宗的时候 武则天被封为武才人 武才人是一个 非的一个级别 也是一个比较低的级别 给他次名叫做五妹 后来呢 这个名字 就被讹传成了 这个所谓的五妹娘 很多八卦呀 电视剧呀 对这个这段历史 都有非常多的演绎 讲他和这个唐太宗 以及唐高宗的 中间的种种的爱恨情仇 后来呢 唐太宗驾崩之后 武则天就按照后宫的 惯例出家了 之后由于他和唐 唐高宗的这个关系 唐高宗又把他接入宫 成为皇后 那唐高宗患病的时候 武则天就开始代理朝政 这也是他开始大权在握的时候 高宗病逝的时候呢 太子李显 继位就是唐忠宗 在病逝前呢 他高宗留下了遗详 说太子李显于旧前继位 军国大事又不能裁决者 由武士决定 武为皇太后 这一下就让武则天 能够名正言顺的 执掌这个军国大权 于是呢 还没闲着 就在中宗仅仅当了54天皇帝之后 就把中宗废了 改立他另一个儿子李瑞 为唐瑞宗 从此武则天就开始自专朝政 再过了六年 他就自立为圣神皇帝 改这个唐的国号为周 并且呢 把原来的唐瑞宗 因为他是皇嗣 所以呢 就给他赐了一个五姓 而武则天自己呢 也给自己改了个名字 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的 我们待会儿说 来看看武则天的年号 武则天一共在位15年 仅仅15年 他就用了14个年号 简直就跟换月粉盘一样 基本上一年换一个 万岁通天呢 是696到697年 一共就一年多一点 696年的3月到转年的9月 大概是18个月 这个万岁通天天呢 是在万岁通天2年 也就是697年 由这个王芳庆所进献的 当时有记载说啊 这是后不欲夺志 遂禁母血流内 其本家宝是谨 慧还王室 就是说这个武则天 不愿意夺人其所美 于是呢 就磨了一份 留在了大内 把原来的这个本 加上锦氏 又还给了王室 大家看一下武则天之后 他在神龙元年 也就是705年啊 正月的时候 宰相张建之等人 发动政变 包围了武则天的寝宫 要求他退位 这个史称为神龙政变 于是呢 武则天就只能将地位 让给了李显 也就是唐忠宗二进宫 忠宗于是给武则天 封了一个 则天大圣皇帝 同年的11月呢 武则天去世 享年81岁 去了帝号 等于就是彻底 把他当过皇帝 这个事情给抹去了 就称他为 则天大圣皇后 转年五月呢 武则天得以和唐高宗 合葬与唐千玲 留下了一个无自卑 关于这个无自卑啊 有很多种说法 也是挺有意思的 一个说法呢 说是武则天自己啊 自认为他这个 功德无量 他的这个功德太多了 多到用文字是无法描述 所以干脆就不克字了 也有说呢 是本来准备克字 但是李显对于他这个 他这个妈呀 不知道该怎么说 到底是以夸为主呢 还是以骂为主呢 也没想好 就这么拖着拖着拖着 最后就没克 等等 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 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去 去吃吃瓜 刚才提到武则天即位之后 给自己改了个名字 他改的是这个字 这个字呢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赵字 叫武赵 这是一个什么字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则天文字 是这个武则天啊 在他改国号之后 相当于他建立了自己的新的 新的朝代嘛 他为了改革唐志 于是改变文化 所以呢 也改掉了本来用的一些汉字 那现在也就是属于引入了一些一体字 而这个赵呢 是比较有名的一个 甚至现在也能看到有人 起名字也好 或者怎么也好 去故意犯格 来用这个字 底下这些 就是则天文字的一些例子 这两个字 就都是这个赵字 这个赵字呢 就取的是所谓的日月当空的意思 因为呢 它是他的名字 所以呢 也是最有名的一个字 这个日月当空的日月呢 日就为阳 月就为阴 所以呢 他在这里边表示他的政权 是阴阳调和 虽然不是所谓的男女平等吧 但是呢 也能看出来 他在这里边 也是为了暗化这个所谓的性别的因素 也没有说强调自己就是女帝 而是作为一种 为自己的统治来 风马化 来把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的 这么一种途径 这两个字呢 和这个字 都是天字 据说呢 左边的这个 接近于传书的这个天字 可能是这两个字的 一个 熟写体 而这两个字呢 由于后世 印刷等等的缘故 可能是由于 可能是造成了一些恶物 不过呢 他们都是天字就对了 再来看这个圈 这个圈呢 其实现在我们也有这个汉字 就是 用来代表零 比如说我们写年份的时候 有时候能够看到 什么2021年 就可以这么写 但是呢 在泽田文字里边 它完全是另一个字 它其实是星星的星字 这个也很简单 不用解释 就知道是为什么 底下这个字呢 底下这个字呢 是大地的地 它意思是山水土 构成了大地 这个字呢 其实不是武则天原创 它属于一个比较老的 一体字的一个孤僻字 在这里边呢 被武则天也拿出来 跟它这个则天文字 一起来推行 右边这两个字 也比较有名 上面这个字啊 是国家的国字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框里啊 框柱八方 所以就是八方 都是我们这个国家 而改这个字原因呢 是因为原来这个字啊 里边是个货者的货 这货者的货呢 它和这个迷惑的货呀 有些地方是通用 那意思就是 我这个国家都迷惑了 这个不急 所以呢 就改了八方 关于这个字 还有一些传说说 本来他是想把这个框里 放一个武则天的武 代表说这个国家是武士 武士江山 但后来觉得啊 好像把这个武框在框里 就跟框在监狱里一样 也不太好 于是就作罢了 而这个国字呢 之所以有名呢 有一个原因是他也传到了国外 像比如说啊 日本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史学家 他主修大日本史 叫做德川光国 他的这个国 用的就是这个国字 他也是把自己的名字 由原来那个国改成这个国 后来呢 他所替渡的那个本国寺 因此也改成了这个国 你看现在本国寺的这个字 还是写成 泽天文字的这个国 下面这个字呢 是神圣的圣 他的意思呢 是拆开来看的 左边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长 长的一个变情 右边主 上边呢 这个是泽天文字的一个正 长 正 主 也就是长久 正确的主 就是圣 这个也非常简单直见 所以呢 这个就是武则天 他所造的一个所谓的泽天文字 但这些字呢 基本上现在我们也都不用了 也就是当成一个有意思的文化知识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讲讲万岁通天帖的一些背景啊 刚才也说到 他是万岁通天二年 由这个凤阁侍郎王芳庆 进宪的他们王家一门 二十八人十卷的墨迹 但是现在呢 只剩下七人十帖 而且这个十帖呢 也是唐代的魔本 最初开始进宪的 是要比这个多很多的 这里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记载 就是武则天 勾模了一份 留在大内 但是呢 把原本汇赠还给了王氏 这个帖呢 因为他的内容 又称为王羲之一门书汉 或者王氏保障集 现在呢 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大家有机会 如果这个帖在展的话 还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狼牙王氏家族 也就是王羲之所在 他们这个大家族 狼牙王氏家族啊 是当时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明文望族 也是侨姓氏族的最高门帝 和当时的谢家 并称为王谢 王氏家族呢 从西近开始发展壮大 到东近 是他发展的 他们家族的一个高峰期 一直发展延续到唐末五代 延续了有七百多年 诞生出了很多文化政治方面的领域的 著名人物 而他们一个一家族的人呢 除了王羲之王献之以外 很多人也是非常善书 待会我们能看到他们的书法 这里呢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 他们的族仆图 这个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 就是挑了一部分 包含了这七个人以外的 比较有名的人物 把他们串联起来 黑体字加粗的呢 这个就是帖里面设计的这七位 可以看到王慧是和王羲之同辈 然后呢 县辉都是羲之的两个儿子 而僧前王慈王志都是他们同族的晚辈 首先呢 我们来讲一下 左上角的这位王翔 王翔呢 大家可能听说过他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是二十四孝中的一个故事 叫做王翔卧兵求礼 说的是王翔呢 他的生母早丧 继母呢 对他也并不是很好 但是呢 父母都患病 没法起床 他的继母呢 想吃活鱼 活的鲤鱼 但那个时候呢 天寒地冻 于是呢 王翔就把衣服解开 握在冰上 踏在冰上 把这个冰用身体的温度 给他融化了之后 从冰窟窿里 捞出两条鲤鱼 给继母吃了之后 继母的病就痊愈了 后来呢 王翔也是从县令 一步一步做到了司空派位 这个故事呢 我们首先不论他从科学上 这个可行性有多少 是不是人可能先会被冻死之后 才能把这个窟窿 给他温出来呢 这个先不论 但就是说王翔这种 虽然继母对他不好 但是他还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孝顺的这种精神 还是非常可嘉的 那么提到二十四孝呢 他里边有一个跟书法很有关的人物 可能大家也未必知道 就是黄庭坚在二十四孝当中 黄庭坚这个故事叫做 敌亲 逆气 喜敌亲人的逆气 逆气其实就是夜狐的这个 一个一个古称 说的就是说 黄庭坚虽然啊 坐的官很大 但是呢 却侍奉母亲亲力亲为 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夜狐 几十年如一日 尽之尽责 二十四孝里边呢 很多故事啊 在我们今天看来 有一些确实啊 是非常让人感动 也是值得大家去 去学习 至少从精神上 但也有一些呢 现在看来 就属于这所谓的封建糟糊 是你说他是迷信也好 在现在看来 甚至有一些都是很坏的事情 正面呢 我们先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里边有 我们听像是八扇坪里边 说小孩子 这个汉黄乡 九岁温习奉亲 实际上这个故事呢 就是山枕温亲 他不光是 他不光是在冬天温习 用身子暖背 暖背习给父母住 在夏天呢 他还用这个扇子 先把枕垫 也就是枕头和凉习 用扇子先山梁 再让父母就寝 另外呢 还有这个 明子谦 卢依顺母 这个说评书的王远波 也经常说啊 说春秋时期的 这个鲁国人明子谦 也是孔子的弟子 他在孔子门中 和言冤 是以德行并称 孔子就曾经赞扬明子谦 是至孝 明子谦呢 他早年丧母 后来呢 父亲娶了后母 生了 又生了两个孩子 当然这个 继母 就和全天下的继母 坏的继母 好的咱不说 坏的继母一样 对他新生的这两个孩子 特别好 用棉 做衣服 而非常不恨这个明子谦 就用卢花的花絮啊 来给明子谦 做衣服 这个东西就非常的不保暖 虽然看着好像挺炫 但实际上保暖性能非常差 明子谦的父亲不知道这事 他就让明子谦啊 驾车 在外边偏寒地动 明子谦很冷啊 他就动得手指哆嗦 这一哆嗦不要紧 把缰绳给掉了 可能还把马惊着了 明子谦的父亲就非常生气 还用鞭子抽打明子谦 结果这一抽 把他衣服里的这个卢花絮 就都给抽出来了 他父亲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就带着他的儿子们回去 要修了这个他的后母 这个时候呢 明子谦的明场面就来了 他跟他爸爸给他后妈求情 说母债义子寒 母去三子丹 什么意思呢 就说我这个后妈啊 您别修她 她在呢 就我一个人受寒受冻 她要是不在 您要把她修了 那您想想啊 您这么耍单 您耍得住吗 对吧 您还得再娶 您要再娶呢 这不就变成我们三兄弟 都是后妈了吗 那就三子丹 他后母一听 哎呀 这个感动啊 从此是改过自新 对明子谦加倍的好 还有呢 像这个汉文帝亲尝汤药 就说汉文帝的母亲病重 汉文帝亲自侍奉他母亲啊 吃药 并且呢 所有的这个汤药 在给他母亲之前 都要亲自的为他尝药 当然这个事呢 在古代是可以的 那这个中药是吧 但是呢 现在我们就绝对不能鼓励这种行为 尤其是这种有效的特效药 是绝对不能给人代偿的 那甚至像这种抗生素 也绝对不能混用 即便是你觉得你得了同样的病 也要遵医嘱 再新开药 绝对不能啊 混用 混用滥用抗生素 另外呢 二十四校里也有一些 我们现在看来是反面典型 比如说有一个人叫 叫于谦楼 他的这个故事呢 我都不想念出来 我写在这儿 大家看一下就行了 我想看了之后 大家大概也能知道 这是个什么事 就是说他父亲病重 医生说呢 你要是想知道 他的病情急凶 你就得尝一尝 如果这个尝出来 是味道是甜的 那就不太好 如果味道是苦的 那就说明病情 还有救 于是呢 他就真尝了 发现味甜 内心十分忧虑 于是呢 他还夜里跪拜 北斗星 祈求以身代父去死 结果呢 几天之后 他的父亲去世 这个前楼呢 安葬了父亲 并且呢 为父亲守孝三年 这个呢 还属于古人比较愚昧 比较愚中愚孝 下面的这个故事呢 就感觉 就有点恶劣了 这个叫郭聚埋儿奉母 就是讲郭聚家境贫寒 但是呢 母亲病重 他就和妻子商议 说儿子可以再有 母亲死了不能复活 不如埋儿奉母 但是呢 在他们挖口 在地下二尺 呼见一坛黄金 上面写着天赐国具 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夫妻得到黄金之后 回家孝敬母亲 并且呢 也能够把这个孩子 继续的抚养长大 那这个故事呢 那我认为 它是非常不好的 首先呢 他的这个行为 本身就是杀人未遂 你不管是为了 孝敬母亲也好 你不管是出于 多么的神圣的原因 也不能活埋孩子 对吧 并且呢 他非但这种行为 没有受到惩罚 反而给他安上了 一个神话式的结尾 还给他挖了出了 一坛黄金 来宣扬这种行为 那如果真的有人 是通过这个故事 学到了他的这个 所作所为 那这个后果 是不堪设想 所以呢 我这些所谓的文化经典 我们在吸收的时候呢 也要先过滤一下 接下来呢 就是王岛 王岛呢 他是随着这个 晋元帝司马瑞 南渡的当时 东汉建国初期的重臣 当时西晋末年呢 是由于北方的游牧民族的造反 先后俘虏 并且杀掉了晋怀帝和晋民帝 当时呢 司马瑞就整个举国南迁 到了南京 从洛阳迁都到南京 建立了新的东晋 王岛呢 就是当时东晋的开国元勋 后来呢 王岛也是官制丞相 后来王氏家族 整个的这个兴盛 某种程度上来说 跟王岛等人 他们在这个朝中 做非常高的官职 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我们来再看王荀 王荀 最有名的就是留了 唯一的一个伯远帝 那这个伯远帝 不仅仅说 是王荀 唯一的一个末迹流传 并且呢 他也是东晋 整个王氏家族 存世的唯一的 一个真迹末迹 我们看到啊 所有的 现在存世的 王羲之的也好 王献之的也好 所有的末迹 都是唐末 甚至一些是宋末 而伯远帝 作为这个东晋的 唯一的一个末迹的真迹 他的这个价值 显然是要高于那些唐末本 并且呢 这件事本身就是已经非常不不可思议了 因为纸张这个东西本身 他就是经历时间很久之后 他会逐渐的腐败变质 在从东晋的纸张流传到现在 即使是不考虑那些战乱等等 那个纸张保存到现在 也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挨个看这七人实帖 首先第一个是王羲之的乙母帖 乙母帖的内容呢 是10月13日 羲之顿手顿手 轻垢乙母哀 哀痛催波情不自生 奈何奈何 因凡惨色不刺 王羲之顿手顿手 这个信呢 简单内容就是 突然听说乙母过世 表达自己内心非常伤痛的 这么一种心情 他和他的乙母呢 感情十分深厚 所以呢 他听到这个噩耗之后 心情特别的难过 正常事物都不能处理了 这个帖里边呢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 用笔呢 非常鼓捉 有非常明显 立书用笔的那种残留 和我们平常见到 其他王羲之的帖的面目 有非常大的区别 包括我们待会看到 初月帖的那种 那种非常潇洒 非常灵动的书封 和这个非常古捉 非常朴素的这种书封 就是有很大区别的 像这里 这个一字 这个十字的这些横 包括这些 用笔的这种 非常圆润的这种地方 都是比较古朴的 再来看他的内容的一些点啊 像这里 他把一模两个字 单独启行顶头写 这个呢 在古人写书信也好 写文章也好 是表示对这个人的尊敬的 这么一种方式 表示呢 把这个人抬到位置很高 以示敬重 还有像这两个点 这两个点呢 代表的就是 重复上一个字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点一个点 也可以点两个点 而点两个点呢 有时候 它是为了重复前两个字 比如说 有的时候顿手 这里 你看 奈何奈何 它这里是写全了 那有的时候 可以就是奈何 后面再点两点 就表示奈何奈何 而不是奈何何 那是结巴了 所以呢 这点两点到底是 取代一个字 还是重复两个字呢 这个就要具体看上下文 那么我们这幅片呢 能看到它的用品的不同 从这一点呢 也能反映出王羲之 它作为所谓的书圣 对于书法的这种 多样性的这种把握 在它的那个年代呢 正好是书法 由比较古朴的这种 专利的书风 张草的这种写法 逐渐转向我们 为现代人所知的金草 包括出现了凯书等等 熟悉的这些 这些书写的样式 而它呢 是能够把这两种风格 通过各种有机的方式 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它自己的 一个独特的 以至于流传影响了 一千多年的这种书风 我记得小时候 经常有那种文章 说蓝亭旭多么多美 说它这个文章里 二十几个枝字 每个都不一样 当时觉得特别厉害 那后来你想想 谁的天写的枝字 那肯定都不一样 因为你在当时这种 随性的书写下 那肯定每个枝 跟每个枝 它的面目都是不一样 面目一样的 那是复印机 对吧 那是有一种人 是这么追求的 但是有比较有 道义的书法家 他们自然写出来 都是会有区别 但王羲之的膏在于 它不光是这个 所谓的每个字 它的面目不一样 它整体的帖的面目 它的风格 都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 根据不同的工具也好 来去变化的 所以它是一个 不是一种风格的书法 而是一个 而是一个全能 非常完善的 一个书写体系 这是它真正厉害的地方 好 第二个就是 王羲之的初月帖 这个帖的内容呢 是初月十二日 山阴西之报 近欲浅死书 停行无人 不伴浅信 拙至此 且得去月十六日书 虽远为位 过主倾家不 无诸换书列书列 方舍道 由翠 地不拒 西之宝 这里就是刚才说到的 这两个点 代表的就是 书列书列 而不是书列列 刚才还有一个点 没有讲 就比如说 它在这里边 最后它写了一个不次 这个不次呢 有几个跟它同意的词 还有像不拒 不一一 这个都是 还有这个不宣 这个都是用在 信件的结尾的一个常用语 就表示 就不细说了 就不一一详说了 就说到这吧 的一种终结符的一个意思 而在这里边 我们看试文 这个字 它的试文 写的是句 有人就觉得 这个跟句有什么关系 这不就是一数吗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说法呢 是说这个 其实它是一个 其实它写的是不一一 不一一 把这两个一一连起来 就变成一数了 但是呢 其实具体到 这个帖 它到底写的是句呢 还是一一呢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因为你想当时 也没有人会 叫王熙之 你把你自己写这封信念念 你这到底是句还是一一 也没人会那么干 它写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达 就跟我们签名似的 有的人那个签名 对吧 除了他 没有第二个人认识 那他的笔画 肯定也不是按照规范来的 那这就是一个 表示我信写完了 就到这了 一个符号化的书写 所以具体它到底是写的哪个 也不太重要 我们看王熙之的这个出阅帖呢 就能看到他比较 比较近似于我们理解的 这个王熙之的这个书封 他里边的这个用笔啊 很多这个笔的扭转 脚转 这些东西呢 就跟我们理解的 王熙之的这个 行草书的一个 一些技法呢 比较贴合 像他的这些连贯的地方 他的这个单字的 单字的用笔 我们拿王熙之的 这种行草书的信扎 再和唐人的 比如说像孙国庭的书谱 来比较 就能看到啊 近人在这个用笔上的 这个厚重感 他的这个稳定性 以及这个层次度 还是要丰富很多的 所以说近人在这方面 还是比唐人要高一些 那出阅帖里呢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 就在于出阅这两个字 其实这两个字呢 就是正月的意思 所以初月十二日 就是正月十二日 那为什么他王熙之 要用这个初月这两个 看起来有一点怪 有一点傲口的说法 而不直接说正月呢 其实是为了避讳 因为刚才我们在那个 王熙之的族谱里也看到 我在这里列过一个 王熙之的祖父呢 名叫王正 王熙之的家族中 为了避讳 王熙之的祖父王正 就避免使用正月这个说法 而换用同样意思 但是呢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常见的 初月这个说法 下一个我们来看 王会的节种帖 王会的这个节种帖呢 他的字很多都认不清了 太像开头三个字 会顿手 然后呢 这一排就认不太清了 然后 唯念 无节种 这两个字呢 有的地方 我看到 我采取的是一个 有的地方 把它解释为 却平 但是有的地方呢 就直接把它也 按照认不清来 处理了 所以这两个字 具体是什么 也是有一定的争议 后面是 甚无赖 利不赐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 来推测 他这里 这个地方是一个次字 但是呢 实际上 他也是非常的不清楚 这后面应该是还缺了一个字 顿手 好 下一个 这个帖呢 叫做 翁尊体帖 这个帖呢 在我们现在流传的这个版本中呢 也被划分为是王辉的作品 但实际上呢 他的作者是有一定争议的 有的人认为呢 他根据风格 并且 根据上面的纸张等等印间 一些其他的证据呢 认为他大概率可能是 另一位我们后面也看到的王辞 所书 因为从书方上来讲 他和王辉前面的这个 这个节种帖也有一定的差异 和后面王辞的这个书封更加接近 可以看到呢 他的这个整体的书封 是反差非常的强烈 非常的动荡 起伏感非常明显 那这个起伏感呢 也是近人书 或者说这个 从近往后这个六朝书 到隋朝书 与后面唐颂书的一个用笔上 比较大的区别 在近朝呢 有人考证他的书写的姿势 可能跟后背后背是不太一样的 可能这个 甚至有可能是左手拿纸 右手来书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呢 近人的书封 相对来说 他的这个用笔的起伏是更大的 而他不是在纸上 平顺的 光滑的这种滑动式的书写 而是比较跌宕的这种 类似于戳点式的这种用笔的方式 这个是我们读帖也好 林帖也好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通过不同的用笔的方式 考虑为什么这个书写的风格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另外呢 从这个文字的内容上讲 也是为什么有人认为他是王词所写 而不是这个王会所述 因为他这里面提到的啊 郭贵阳已至 降甲甚京 为王林庆 君马 小 不衬尔 这里边呢 郭贵阳和王林庆 贵阳和林庆这两个地都是地名 那这两个人用地名代表 应该是以他们的官职之名来代表这个人的尊称 而通过这个史料的考察呢 能看出这个林庆这个地名 是从南朝以后才由林贺君改称为林庆君 所以呢 东晋时期的王会 那个时候是没有林庆这个地名的 所以有人就据此认为 说这个尊王体贴应该不是王会所述 另一方面呢 有人认为 根据这个帖的开头 尊王体 所以认为他这个信呢 是写给一位长辈的 但是呢 后面啊 这个信中还有 自当令清之 无言之不虚也 那么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 这个清的称呼 一般是用于长辈对于晚辈 或者至少是平辈之间相互称呼的 所以呢 既然他在这里边用了清 那么就说明这封信 应该不是一位晚辈写给长辈的尊敬的书信 接下来我们来看王辉之的心悦帖 王辉之的这个心悦帖呢 他整体的书封是偏向行楷书的 这个帖呢 和后面我们能看到王献之的这个念九日帖 同样都是偏向楷书 而不是行草书的这么一种书封 这两个这几个帖 他们偏向楷书的这种书封的存在呢 也是为什么万岁通天帖 意义如此重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从其他的资料 我们能够啊 搜集到的二王的书法 大都是以行草书为主 甚至是以更加偏向草书为主 对于那个时期 他们的凯法的样貌 其实是了解不多的 那么这个帖就给我们 对于当时凯书的一个状况 有了比较多的资料可以去研究 这个帖大概的意思呢 是表示对于朋友 某氏他的女这个氏字啊 这个看不清了 某氏女他的顽固表示一个哀悼 并且呢 对朋友的身体的不适 也表示了一些担忧 因为多雨失热 所以询问对方饮食状况如何 并且呢 也告诉对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太好 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不拒 这样的一种写法 顺带提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左上角的这个签啊 这个是陈九代三纵伯祖进黄门郎徽之书 这个应该就是当时进宪的时候 他在左上角做了一个提签 这个臣字 这个臣字也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泽天文字中的一个字 他就是啊 这个大臣的臣 他把它呢 改成了一中 代表的是这个臣子应该对皇帝啊 从一而终尽心竭力 在其他的帖上呢 也也能看到这个提签啊 在这里看到了 跟大家解释一下 关于王辉之这个人呢 在试说心语里 有很多关于他的有意思的小故事 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叫做雪夜访贷 就是说他有一次啊 在山音居住的时候 夜里大雪纷飞 他呢 晚上一觉醒来打开窗户 突然啊 有了兴致就命令仆人上酒 看到夜里呢 四周是一片的一片的洁白 于是就起身 自己漫步徘徊 并且呢 淫湿 这个时候呢 他突然就想到了 还有一个朋友戴奎住在附近 于是就连夜乘着小舟去前往 拜望戴奎 他坐了一夜的小船才到 结果到了戴奎家门前呢 却又突然直接转身返回 压根就没有跟他戴奎见面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王惠之 他自自由 也就是王子游 就说 我本来就是称性前往 性之已尽 自然返回 为什么一定要见戴奎呢 这也留下了一句有名的话 叫做称性而行 性尽而返 这个非常充分的体现了 王子游这个人 他自然舒畅 并且呢 非常随性放浪的 这么一种未尽风度 在当时这种风骨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并且呢 他有一次曾经暂时寄住在别人家的一个空宅里 就非常短暂的住几天 但是呢 他还就命令别人要在这个小院里种竹子 其他人就说 你这不是闲得没事干吗 就住这么几天 干嘛费这劲呢 他就 他就叹着气 指着竹子说 啊 何可一日无此君 怎么能一天没有竹子来相伴呢 我们都知道竹子在文人中是一个君子的这么一种形象 也能看出来他对于这种高雅义曲的追求 是要求非常高的 那王辉之和王献之两个人兄弟非常情深 他们两个呢 同时都患了重病 而王献之呢 是先与王辉之先去世了 他年仅45岁 献之去世之后 辉之还不知道 他就问左右 怎么没有听到献之的消息 是不是献之已经去世了 于是呢 他就非常悲痛 而王献之呢 在生前他非常喜欢弹琴 王辉之就拿来王献之的琴 想来边弹琴 边想念他的弟弟 但是呢 这个贤无论如何都无法调好 于是他就把琴抛在地上说 子敬是人秦巨王 没过一个多月去世了 这个人秦巨王也是来形容好友之见 人秦巨王也是用来形容 对于亲人或者朋友的去世 非常的悲痛的这种心情 下面就是 献之的念九日帖 念九日献之白 拙遂不奉别 畅恨深 体中复合如 地圣顿 冲冲不惧献之再败 在王献之之后 南朝这个宋岐良辰 那个年间呢 人们其实是对于王献之的追捧 要高于他的父亲王熙之的 当时在舒坦王献之的地位 其实是更高于他父亲的 但是后来呢 由于唐太宗他本人喜欢二王 尤其喜欢王熙之 所以呢 从皇帝自上而下的喜好 导致了王熙之后来的位置 是反超了他的儿子 成为了所谓的殊胜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 在万岁通天帖中 这个描摹的细致程度是非常高的 功力是非常深厚的 非常忠实的反映了原作的情况 即便是放在王熙之 王献之存世不多的墨迹本中 也是质量数一数二的 并且呢 王献之的这个接近凯书面貌的字 是在他存世的作品中非常难得的 下一个是王僧前 王僧前的在职帖 王僧前呢 他就已经是到了南朝的宋朝了 他在南朝的宋 官至上书令 也是非常高的官职 同样 这一封书信 也是比较接近凯书的一个面貌 我们能够从中看到一些 类似于像随人唐人写经的一些笔法 他当然实际上应该是随唐写经 类似于这种面貌 因为王僧前他们毕竟是在前 关于王僧前呢 想讲一讲他的这个名字 那么很显然 他名字中带一个僧字 很自然而然的就能联想到 他是不是跟这个佛教有关 那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 在刚才的祖谱中 能看到他的父亲名字叫王谈守 而这个昙花一现的谈字 其实也是和佛教有关 这个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 也是非常富有禅机佛礼的 那事实上呢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很多人起名字 都是根据他的宗教信仰而来的 很多人就是为了表现出 他对于这个佛法也好 对于他所信奉的宗教也好的 一种虔诚 把他的信仰放在了 给他后辈起名字 这样的一件事的身上 像类似的还有 比如说在名字里放入 僧 士 法 谭等等 士就是解释的士 这个也是跟佛教有关 另外还有法 这个都是跟佛教有关 那另一个呢 更有意思的 其实是芒熙之他们家 那芒熙之他们的这个知字 不仅是芒熙之家 在同样的这个魏晋南北朝 还有很多名人 他们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也是知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这个数学家 天文家 祖冲之 还有这个之前我们也讲到 著名的画家顾凯之 以及给三国志做著的 这个裴松之 他们最后的字里也有一个之 那这个之字并不是一个流行 像我们现在很多新生儿的家长 父母给孩子起名字 都带着一些流行的字 跟那个不太一样 这个知字呢 是当时和士法僧坛等等 一样道理 是道教的一个符号化的象征 同样还有人在名字里 也用这个道字 道理是一样的 王熙之家族呢 据说当年是信奉这个不兜米道教 所以呢 他们家族几代人 中间的名字都有这个知字 而从王熙之家族的信奉道教到后来 他们家族中出现了很多信奉佛教的 像文贪寿王僧前等等 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来 当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壮大 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度母的江南春 说南朝484多少楼台言语中 从这些姓名中 也能侧面的反映出来 好 下面就是王词的这两个帖 一个叫白酒帖 一个叫儒比帖 这两个帖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这个崩尊体帖 就能发现这几者在书封上是比较接近的 王词呢 是在刘宋时期 也就是这个南朝宋时期 已经入朝做官 最高的是官至吴俊太守 而后来呢 在南齐建立以后 历任司徒 左长使 以及东海太守 最后呢 是王词的兄弟王志 他的一日无身帖 也叫喉痛帖 这个喉痛帖 能让人联想到之前我们讲过 张旭有一个肚痛帖 可见书法家们都是在自己身体非常不适的时候 能有非常高的创作的激情 包括之前他们写信里也是经常抱怨自己身体如何如何不好 这封书信的风格呢 和王词多多少少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从整体上看他的起伏动荡 非常的明显 用比非常的大胆果敢 包括他这个字的大小 从最直观的方面 看这个位子 叶子来 对比于像这个告字等等 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 不像我们越往后人写的这个书信就越来越平和中正 在当时他们那个年代的书封 还是非常自然 非常飘逸 非常随性的 而这种自然和随性 一来是对于当时那种时代精神的反应 二来也是在书法的这个法度 还没有被唐人荒死之前 他们这种个人灵感的一种集中的爆发 好 以上就是这次讲座关于万岁通天帖的一些内容 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把这个帖找一找高清的大图 然后拿来临写一下 和二王其他的一些信扎 做一些对比 也可以和后人他们的书封进行一些对比 来感受一下魏晋南北朝那种飘逸 挥洒的这种书封 关于二王的书法呢 能讲的实在是太多了 之后呢 我们也可能会继续再涉及到 那关于这个帖 大家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想法 也都可以再继续和我交流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